拐前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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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2000名支持者 齊聚高雄展覽館 揮奇高喊支持副總統賴清德 進軍2024總統大位 副總統也親自授旗 高雄後援會正式成立 我們總統要動選 高雄市一定要大贏 我們的目標 就設定在市長和市長所說的 我們超過期的投票這樣好不好 拐陸戰實力 高雄市大家長陳其邁 黨籍立委議員全員到期 現場一屆學界幾爆館內 除了打造健康台灣 副總統也提出四項任務 副總統喊出要和平逼戰 但面對黨內派系不合傳言得先消除 因為賴清德跟各派系都吃過飯 卻獨獨缺了音隙 不過小英之友會榮譽總會長陳時中日前喊出 讓信賴加掃音力量結合 難道是派系整合成功了 未來小英之友會一定會全力來支持 而且會幫忙賴清德主席 賴清德副總統來爭取 我們下一任的一個總統 所以我想是毋庸置疑 副總統賴清德起跑的早 也趕緊讓派系整合 以免衝擊自己二零二次的總統路